哈喽大家好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鸡内筋搭配上白萝卜 没想到作用 这么厉害 解决了很多家庭的问题和烦恼 省钱又是用 可惜现在的人 很多都不知道 今天呢 就把老一本人留下的这个传统方法 奉献给大家 下面一个视频 先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呢 我们准备一个白萝卜 不需要太多 留它的十分之一 就可以 再准备 三克左右的 干的鸡内筋 把萝卜呢 我们给它切成块 切的块呢 稍微大一点 切好的萝卜块 我们放入盆子中 给它清洗一下 再把鸡内筋 也加入进去 也清洗一下 清洗好以后 把白萝卜 还有鸡内筋 给它捞出来 灶台上 我们先做上一个砂锅 把白萝卜 先放入到锅中 再加入清水 把水先给它烧开 煮开以后 盖上盖子 转成小火 先把白萝卜 在刷锅里面 给它煮至15分钟 时间到 打开砂锅 这时 我们的萝卜 已经煮至15分钟 全部已经煮好 再把我们清洗干净的鸡内筋 下入到锅里边 再次盖上烧锅盖 把鸡内筋和萝卜 在烧锅里面 再煮至15分钟 煮至时间到 打开烧锅 用勺子 给它搅动搅动 这时 咱们的汤汁 已经煮至 变成浅黄色 这已经煮至好了 把汤汁 给它搅入到一个碗中 里边的白萝卜 还有我们的鸡内筋 不要丢 还能重复煮至三到四次 烫到不烫嘴的时候 就可以饮用了 马上就要过年 每天都会吃大鱼大肉 吃到肚子里边 相信很多人 都非常的不舒服 咱们就来这么一碗 连续喝上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 有惊奇的变化 特别的舒服 您别看这个食材 方法非常的简单 其实它里边包含了 我们老一辈人的 智慧与结晶 它的作用真的是太厉害了 在这里该说的不能说 知道的朋友打到评论区 咱们一起探讨探讨 今天老一辈人 留下的这个方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谁用谁知道的好处 有多么的好 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